好像回到大學期間 其實是以前的大學 然後就從那邊摸個手把 緊張的不得了 不過剛剛張董那個揮棒 其實那種架式的感覺 我剛剛給我看Youtube惡魔一下 好今天還是有惡魔 那今天我們的G-POP主題 我們也看到張董 我們還邀請來自馬來西亞 人氣的時候可以遇到現場 那除了這一個 待會我們一起跟我們介紹以外 不知道今天現場有什麼其他 特殊的活動可以拿去一下 噢那個 他有一條文群 叫做飆暴露 熱暴露露露露露 他那條歌 在我們來影片上面 點閱好像超過五百萬次 然後去年還選上 最佳年度的特群 點播榜的花育 一一名 一名 所以等一下我們下班 我們就要找我們的 群眾來跟我們比賽 跟我們比賽 比賽幹嘛 要飆高一點 真的嗎 對 會不會跟你比賽 今天今天叫我 因為我在 壓力非常大 剛才我的廁所拚一拚 不敢給人家看 在廁所店 幸好剛才丟了有魔油 沒有到我們 OK 這個事情也是 第一次在棒球場拍球 第一次 第一次 還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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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我們演的 其實那位在台灣 是一個相當高的歌手 就是剛剛那個 張董燕有講 就是在那個 《飆向北方》 在我們那個 《飆向北方》 而且 我會演唱這首歌之外 我會跟這裡的球員一起唱 《飆向北方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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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一種歌是想唱 一定要聽到一大一唱 對 然後就找到這裡 因為聽說球員的 對火量比較好 因為那個音量很高 對火力 但是 對他 怎麼會起來 飆一下 不敢 不敢 用他才可以 欸 選擇 ir 選擇 aps 抓 suppression 選擇 抉拚 選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